大家好,我是张志浩 我在中国武汉为大家读两首诗 第一首,如果跟金能说话 如果跟金能说话 他会先说黑暗,再说光明 他会告诉你,黑暗中没有国家 光明中不分礼物 这里是潮湿的,那里干燥 蚯蚓穿过一座孤芬,大概需要半生 而蚂蚁爬上树顶,只是为了一片叶芽 如果跟金能说话 他会说,地下比地上好 死去的母亲仍然活着 今年他十一岁了 十一年来,我只见过一次他 如果跟金继续说 他会说到,我小时候 曾坐在树下 拿着一把铲子 对着地球轻轻地望